大家好,欢迎来到小蜗牛载种图,我是岛主 好久没给大家正经的拍一部房车的片子了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后面这辆车就是很多小伙伴们让我拍一下的萌萌的新车 昨天才提回来,今天给大家拍一下 这个车它也是费德姆跟之前萌萌的这辆车是一样的 型号不一样,它这个是新款费德姆460F 一款就是中门的车 原来那个门在后面,这款门在中间了 这款车的车长是5米92,宽是2480,高是2880 整个车窗户还是一如既往的多,通风还是一如既往的好 真通负压的车身,铝合金轮毂,全套德国爱科进口的底盘 双面玻璃杆,那我们现在去车里面看一下 嗨,什么东西这是,你怎么在车里啊 我在玩啊 那这一进来可以看到,这边就是一个U型的卡座 餐厅啊,是个休闲区域,那尾部呢,它是一个卧室区域啊 中间部分呢,就是厨房啊 走了,我们现在进来啊,先看右边吧 右手边这里呢,它是一个U型的卡座 这个桌子是比较大的啊 然后这桌子可以升降的,桌子降下去之后呢 它可以,平成一个床 对,我觉得会抢拿了 降下去之后呢,可以拼成一个床 这个尺寸是一米三乘以两米的这么一张大床啊 双人床啊,我们俩睡就可以的啊 嗯,那拼一区变成床之后呢 然后这里有拉门,拉门拉上之后呢 就变成独立的空间了 然后呢,后面这个区域的人呢 下来之后呢,可以走这里就下去了啊 或者是去尾声间啊 这门一拉,隐私性是非常好的 比我之前那车好多了 那这就是前面的区域了 然后说下通风啊 拉门拉上之后呢 比如里面有人吸烟啊 或者是什么呀 这个排风也是好的 这上面有个双向的换气扇啊 通风非常不错 然后三个大窗都可以通风 然后我们说中部区域啊 这里呢,就是卫生间 卫生间打开呢 我们看一下 里面是赛特富多的便携式马桶啊 这里是洗手盆 下面有储物空间 这有防暴的镜子 这个是日本进口的花洒 这里还有这个排风啊 这里有个窗户也可以通风 中规中矩跟我之前的车是一样的 然后这边呢 上面呢就是一个衣柜啊 储物的衣柜 下面呢 正常标配应该是185升的 它这就加大了 138升的大冰箱 然后一进门口的左边呢 就是一个厨房区域啊 这就是厨房区域正常的样子 然后如果这厨房区域如果是用的话呢 这里还有一个加宽的一个操作台 所以这个空间可以说利用到极致了已经 那这边呢就是个隐藏式的这个灶台 上面呢还有这个隐藏式的抽烟机 看到没 打开这个门呢 然后把它拉出来就可以了 这就是一个隐藏式的抽烟机 那不用的时候呢 把它关上去呢 是看不出来一个抽烟机的 而且是双电机打功率的啊 这个是我老爸那个车去的已经用了一年多了 拖拖的 那中部区域介绍完了之后呢 我们介绍后部区 后部区就是卧室区了 这款它也是可以住多人的啊 卧室区呢 下面是一个1米4 乘以一个2米的 这么2米2嘛 这么一个大床 这个床非常的大 然后上面呢 还有一个置物架 把它打开之后啊 还可以变成一个单人床 单人床也是有80公分宽 2米多长 睡一个承家的人是没问题的啊 我也试过了 然后两边都有吊柜 然后这整个床的下面都可以储物啊 这里也有一个按门嘛 也可以到达这个 出屋仓哪东西什么呢 然后这里呢 也是一个独立的区域啊 也有拉门啊 拉门拉上呢 就可以变成一个独立的这个卧室了 然后这个卧室呢 它也有独立的通风系统啊 这边也有个双向的换气扇 对流的窗户 里面都有这种窗户 可以通风换气 那我们注意到啊 就是说我一直坚持就是房车 每个独立的区域要通风 因为它空间比较小啊 人呢呼出来的气体啊 比如口气啊 或者什么啊 一些人之出心本扇呢 人能可能吃五股杂粮呢 排气啊 这个如果通风不好的话 没法玩的 你如果这个没有换气扇 那关我窗都不行 那个味道可能耍 风一吹就吹前面来了 对吧 然后你有个 每个区有自己的换气扇机 可以往里进空 清新的空气也行 你可以把浑浊的空气抽出去也可以 都是可以选择的 这样就方便一点了 比如我要换空气的话 我门一拉 我可以把窗打开 我可以把那个这个拍风往里排 那浑浊的空气从窗户排出去 我也可以说吸 把空气吸进来 都可以的 所以这样的话呢 你整个这个车内的空气就好很多了 包括我们的厨房 那两边的门一拉之后呢 那这里就是一个独立的一个厨房区域了 那抽烟机打开 对吧 窗户打开 那这里就形成一个循环 包括卫生间啊 卫生间你这边洗澡的时候啊 有热气啊 蒸气啊 你可以窗开点缝啊 然后你或者是直接把排风扇打开啊 往外排风啊 它也有个空气清新 包括我们在方便的时候 你肯定要把排风扇打开的啊 不然那味道肯定会飘到室内来的 这样你关上门啊 甚至是你卫生间窗都不开 排风一打 它所有的室内的空气会吸到卫生间去 再排出去 它不 卫生间的味道就不会飘出来 所以很多人性化的设计还是要有的 因为毕竟房车还是实用为主 那给大家说一下这车的配置啊 我们这车配的是1000瓦的太阳能板 然后是多美达的房车专用顶制空调 3000瓦的这个充尼变异体机 600的锂电 120升的食品级净水箱 820升的灰水箱 然后这个车呢 还配了这个燃气热水器 还有这个柴油的加热器啊 就是我们所说的柴暖来取暖 那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配置了 然后这个车呢 它也是跟之前的车价格是一样的啊 所以加量不加价 因为很多东西升级了 但价格还是原来团购价格是一样的 那团购价格还是9.98啊 低配的中配的呢 是10.98 高配的12.88 我们这个车要13万多 因为它这个在高配的基础上还加了一些个冰箱啊 冰箱加大了啊 太能板加大了啊 正常高配是800瓦 它这是1000瓦了啊 基本上也是13万左右应该是 但是具体价格没问 那这个车呢是目前也是我感觉就是脱寡房车里面布局是最合理的 因为它有两个独立的空间 你干啥呢 想啥呢 还想晚上去玩呢 不去了 晚上带它去儿城公园玩 在这猴着呢 度日如年呢 后面大家想看这个车的哪些东西呢 可以给我留言 然后我空了给大家拍一期 好了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支持 拜拜 拜拜 你拜拜啥 那你啥事 没有 是我走了 好 拜拜 拜拜 拜拜